賭王何鴻生, 一生風流, 情史多多 他有四位太太 賭王也曾經公開表示 女人對他來說最重要 心蚊子是不是媽媽最重要? 是呀 對嗎? 成長, 會拍拖了 是不是最重要?女朋友 是… 結婚了, 最重要是顏內座 好, 晚年也怕要找回我盤照顧一下吧 是呀 故此我認為女人最重要 賭王元佩, 黎婉華 有澳門街第一美人的稱號 她有三女一子 不過長子在1981年 因為車禍英年早世 而黎婉華也在2004年因病逝世 二太南瓊英 是賭王按大清律例刑取 以便陪她出席社交場合 可惜我太太瞄準確 還說看時看 不要看得生肢貓入眼 二太有四女一子 分別是超瓶、超鳳、超霞、超兒 以及游龍 全民賭王早就認定 超瓶和游龍是生意的接班人 超瓶更加一直深得賭王的痛惜 經常在傳媒面前大贊超瓶聰女 而超瓶有活動 賭王通常都會盡量抽時間到場支持 三太陳婉珍 本來是大太太的私家看護 和賭王種下情根之後 單下三名子女 分別是超雲、超年和游啟 兩位千金近年經常出席公開場合 成為波長的新寵 反觀媽媽、陳婉珍向來比較低調 通常只會亮相慈善活動 但每次現身都變得和賭王非常恩愛 來,何波士 哇,這一口一定是好味道的,是吧,何先生 甜的 甜的,你說呢,何先生幾次說話 我愛你有座山,我愛你有自分 我的情不易,我的愛不變 要亮大,是我的心 四太梁安琪,年輕的時候 曾經加入廣州歌舞團表演跳舞 後來在澳門婦女會教跳舞 和賭王結合情緣 四太,除了是賭王的最佳武伴 也經常陪伴賭王出席公開場合 以及回應傳媒的問題 你今晚說你很開心嗎 很開心,很開心 有些甚麼吃 不好意思,要你們等我 很新的,很新的 很多東西玩 雖然她有這麼多情人 但她也曾經說過 四個就夠了錢,四個她都很疼 說到在哄老婆方面,愛老婆方面 絕對值得很多男士學習 她說過,老公對老婆要三從四得 其中包括老婆化妝要等得 罵的時候要忍得 買東西的時候要捨得 享盡齊人之福的她 大時大節都會和那麼多房去慶祝 不過最好笑的是,曾經她說過 就是要走到氣咳和吃到吐吐 土王身體一向健康 龍精苦猛 遊走四房之間都灼灼有餘 就算2006年85歲生日 她也只是輕輕一句 事實上,十年一日 大一歲而已 老婆都很漂亮 我都很漂亮 成熟了,開始 一向風趣的河先生 就算年屆鼓氣 也不改她幽默的本色 在2009年送暑螢牛的晚宴上 還用牛字教大家追女生 要質正一點 不要穿廚師牛,記粒記 不要做一隻大耳牛,沒有記性 我的好記性,太太牛人肯記 不太好記住 兼顧,還要闊爪點頭 狗牛一毛,濕濕碎 跟女生談的時候 腰頭其所好 小心,牛頭不搭馬嘴 小猜不到 童年,賭王傳出 在四太家中跌倒,雙及頭部 健康狀況就一落千丈 現在河先生是怎樣的 很好… 河先生情況現在怎樣的 很好嗎? 河先生… 河先生不是做到頭了嗎? 是嗎? 河先生… 河先生… 河先生,現在河先生正在忙 自己是她的… 對,挺好的 當時從幾位太太和子女的神情 看得出,河先生的傷勢一定不簡單 出院後,賭王一路深居簡出 甚少出席公開場合 直到09年的12月 正值澳門回歸十週年 傷後元氣大傷的賭王都不辭勞苦 回澳門出席慶回歸的活動 他出發時,沿途都有救護車跟隨 可見賭王當時依然是若不耕風 去到2010年,賭王獲頒受大紫荊勳章 只見他在保鏢參符下上台領受勳章 當時的賭王已經覺得有明顯的老態 好像不及以往的風采 受婚後,河博士還要家人陪同下 坐輪椅去禮賓府花園見傳媒 畫面所見,賭王穿大衣,戴上頸巾手套 似乎身體也有點虛弱 期間賭王不發一言 最多只是跟大家揮手示意 同昔日的妙語如珠真是不可同日而喻 賭王身體欠佳 數以百億的財富 和各大賭場的業務怎樣分配 竹佔成為四房後人關注的課題 2011年,何家終於引發出疑似真產風波 眾說紛紜,一輪擾讓之後 在1月26日 三太讀出賭王的親筆簽名信 希望釋除疑慮 最近何家風波,鬧到滿城風雨 我覺得是時候要停了 一家人的事不用出律師 告到上法院這麼麻煩 也希望傳媒不要誤會 我身體很好,大家不用擔心 家裡的事關門,一家人自己解決 很容易慢慢談 大家一場誤會 家人之間沒有欺騙的成分 多謝大家關心 隨後,賭王在三太和女女超雲的陪同之下 近親口讀出一組寫定大字報的宣言 前兩環,我作出一個聲明 就可以落實了 一趟過就解決了 大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 家人,我自己也很開心 作出這趟的路線 我們亦不希望再有甚麼變動 隨即,增產問題告一段落 童年,賭王八十九歲生日 家人就在酒店為賭王賀壽 四太太還早準備好禮物 我送甚麼禮物給賭丹 送了一條衣服 賭丹,賭丹 賭丹,賭丹 有沒有送… 送玉咀的 玉咀,今天也有夠見嗎 每天都送 每天都送,每天都送 我剛才會在澳門回來 對… 生日會後,賭王坐著輪椅離開酒店 笑著和大家揮手 吃點東西,小心… 學生,你剛才吃了甚麼 吃光的 學生,你真的願望嗎 好… 不過對於提問 賭王也是一概笑而不答 此後,何博士更加深居簡出 直至2015年1月 他開始入住養和醫院 其後陸續辭任公司 和集團的職務,專心休養 直至2019年,又傳出何博士 因為器官衰竭而病危的消息 各房家人爭相探望 齊齊派定心軟 學生,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現在就沒有東西在這裡 不是優樣 能吃到東西嗎? 吃到 有沒有聊天… 也有的… 爸爸怎麼樣? 他有多好,傷了 還好 他跟大家說,他很好,不擔心 他說話的那些都很穩定 對…還好 有沒有說要何時可以出現 這個要看醫生 年紀都大,傳甚麼 不要那麼傳,大家來試吧… 可惜,昨天又傳出賭王病危的傳聞 今天家人正式宣告賭王辭世 結束風盛而轉期的一生 天生 今日被稱指著 可惜,為了 不滅 王辭世 極 為了 保佑 可惜,可能 我沒想出 不可能 抱歉,悲天 可惜,我們